中文字幕——YK 来到了一座陈旧 但还有着些许妖野的 有着典型上海风格的小洋楼 见到了上海宝贝的女作者慧慧 屋子里都很香 我的鼻子很敏感 因为我眼睛很近 比较喜欢一个古董椅子 叫Lady Chair 是小姐姨 其实是一个Cabbage Table 是一个唱机 拿起来可以看 是一个已经用旧的 坏掉的唱机 也是以前那种有钱人家 最后可能就是卖掉了 在古董店里发现的 现在要怎么样去找也找不到 这个花是我的一个 最好的女朋友 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因为我们这些很放在 里面有一些个造型 像小动物 这个椅子也很酷 老的 在云南里有个窗买回来的 以前是一直挂在我的床上面 这个戒指 这个戒指是前最好的女朋友 是一人一个戴在这个手上 但是现在我找不到她了 永远消失的 这边这个没就是有这个大戒指 这个戒指很简单呀 也是我的一个化妆室送给我的 我要好的化妆室送给我的 这也是我很心爱的书哦 巴宝全说这个 这个英汉大字典是最最厉害的一本书 这个一个很有意义的碟 对我来说 前两天刚从那个 TOKYO给我寄过来 它是以前一部很酷的一个日本片叫 燕尾蝶里面的女主角叫Kera Kera就是说她就是 Forego 就是这个扮演者 这个女孩子里面演一个女主角的 她唱的歌里面就有一个叫 Shanghai baby 所以 所以 然后这个音乐也是非常好 然后里面有很多蝴蝶 我很喜欢这个蝶 这个女孩也很棒 她不是特别漂亮 但是非常好 她的声音很Sexy 柔软 很柔软 像小孩子带同音的 很有女人味 这本书也很酷 是日本人 我现在对日本文化特别 我以前不太喜欢 越来越喜欢 是这样 近似 其实应该叫 接近无限透明的蓝色 非常好的 那个语言很有力度 而且是我喜欢那种 颓丧的 但是美美 有很有美感的 我喜欢它扣子 好精确的蝴蝶扣 而且它料子就是那种 针丝的那种 你起码是定做的 段子 都是我的裁缝给我做的 我有一个专门的老裁缝 这也是手工刺绣 这也是定做的 对啊 这也是定做 我在苏州定做的 非常紧身 我很喜欢这种花 很霸气的 其实我在Shanghai baby 也期待过这个 这是一朵牡丹 就是你提过的 它是一个party 一二两就是自己吃的 哈巴里我这里也会开哦 我这里会有画展 会有音乐会 我这里也会发展 对我甚至很想 这个一个迷你的戏剧 这个地方 搭着这两三人 就可以演一个话剧这样 然后音乐室也可以看 吉他的也可以吹那个唱 这个看上去怪模怪样吃吃 但是它是从美国那个 Texas带过来的 小牛皮 是一个baby cow baby cow 那个姜母牛的皮撕下来 很残忍的成章器 但我的时候我并不特别喜欢 但后来刚好去年冬天 上海又很流行 很古怪很难看的一些靴子 怪里怪自己好可爱的 从日本这个风气吹过来的 所以我很喜欢 而且真的很舒服 我想像这双妻子 都是一样的风格 都是绣花的 魏惠对于我们的出现 表现除了小说女主人公 一样的随意和不可接近 只是少了书中隐约 在内心深处的狂热和激情 变成了一个细细索索碎碎的女人 而我们的专访 也就在这些凌乱的片段中开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部队友 emotionifik 束 pork混音 这是咖啡 club 我很喜欢的一个club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我很喜欢他们 他们都很酷 他也很酷 这是我最喜欢的美国人的上海 他的中文非常好 大家好 我是魏惠 我从复旦毕业 然后做过很多工作 现在是一门心思在写作 写了一个大家比较最知道的 可能是一部叫上海宝贝 这样一本书 在喜欢我的眼里 我是美女 美不美跟爱有关 就是像我现在 也能在看到我这个样子 坐在自己一个非常喜欢的 这个茉莉丝的沙发上面 可以和人聊天 然后可以抽抽烟 想一些问题 然后耳边还有音乐 然后生活就是应该这样 静静地流淌着 然后里面它可能有很多特质 包含在里面 一天一天的过日子 对 我想我 我现在就对自己的生活 是很满意的 就是像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你把你喜欢的那部分 看成是我的真实的 你不喜欢的部分 看成不是卫慧那一半 我就完了 书里面所有的故事 所有的情绪 我应该说 包括语言都是真实的 肯定 我肯定是反映了一种 真实的故事和情绪 还有一种感觉 我想不仅是卫慧 大家不要太交叉于这个问题 很多作家都会 把他的生活体验 他对生活的认识 都会毫无保留地 放在一个作品中 这也是作家的一个责任 尽量地去体验 去观察 去认知这个世界 这个生活 我还是把我自己 百分之